殡仪馆的同事接来一单私活 一夜之间疯了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的故事来自方友德 14年的时候小芳在殡仪馆工作 那会人均工资普遍的2500左右 而去殡仪馆当背施工 底薪就是4000 还不算提升及个别的额外收入 小芳来之前 这个殡仪馆曾在半年内 招聘过两任背施工 说来也邪乎 第一任没干多久就死了 后来又招进来一位 但是这位干他不到半个月 就进了监狱 那殡仪馆就不得不 重新招聘了两位背施工 一位就是分享故事的小芳 另外一位叫张琳 在半个月的共事中 这个小芳了解到 张琳的家庭条件特别差 母亲年迈且常年吃药 所以他干活特别拼 背施是有提成的 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太友好的 小芳都不愿意碰 但张琳都是主动上前 有一天 这个张琳跟小芳说 自己结了个私活 要请假几天 这几天要辛苦方哥撑一下 可是这一走 张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小芳就以为是张琳不想干了 也没当回事 那又过了半个月发工资了 小芳去街上溜达 买生活用品啥的 结果在回去的路上 就看见一个桥洞下面 围着三个小青年 小青年站成一排笑得很开心 一边笑一边还在说 这个傻子真乖 让他跪下就跪下 这个小芳当时就认出来了 地上那个脏兮兮的 正磕头的人 就是自己之前的同事张琳 小芳就走到三个青年那 背后直接伸手 抓住中间那个青年的薄领子 用力的把他给贴了起来 扔到一边 另外两个小青年 一看小芳不好惹 夫妻倒在地上的青年 屁都没放一个 跑开了 那么随后小芳 就想把正在磕头的张琳 给拉起来 但手刚一碰到他 张琳就一个哆嗦 反而磕得更加用力了 小芳也表明身份了 我是你的同事方友德 你干嘛呢 但张琳还是一个劲的磕 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大妈 就告诉小芳 说这是个疯子 你离他远一点 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磕了 小芳就往后退 果然周围没人的时候 张琳就不磕了 你说这半个月之前 还是好好的一大小伙 怎么就突然疯了呢 接着小芳好不容易 打听到张琳家地址 就过去了 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女性 小芳先是揭晓了自己的身份 结果张琳的母亲 脸色瞬间变了 我家林子都这样了 你还来找她干嘛 小芳是愣了一下 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下 然后又说自己 专程带了水果 来看我阿姨的张琳母亲 她的脸色才缓和一些 让小芳进了屋 那么经过聊天 小芳了解到 张琳的确是疯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次请假 说当时有一个家属 非常的迷信 认为自己的儿子 生前没有结婚去世了 心又不甘 于是想举行一个迎婚 然后也联系好了一个 刚去世 生前没有对象的女孩家属 这个女孩家属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男方家属 你出资 先把这个女孩正常下葬 然后在暗地里 把女孩给偷偷挖走 就避免别人背后说闲话 这个男方家属也同意了 但自己又不敢去做 于是就去这个殡仪馆 就找人找胆大的 刚好就遇到张琳 就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请求张琳帮忙 并且表示 有大红包拿 张琳请假之后 又回家跟母亲吃了个饭 说今晚馆得加班 就不回来住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 拿着红包回来告诉母亲 才知道有这件事 结果到晚上 张琳就莫名其妙的 发了高烧 母亲拉着张琳去医院 但高烧不退 张琳把脑子给烧坏了 打那儿以后 张琳就不肯回家 一直在外面 没有人的地方躲着 你绑回来不出一天 也要跑出去 而且是但凡有人靠近她 她就会跪下疯狂的磕头 那么了解完这些事 小芳就一直安慰张琳的母亲 等情绪稳定之后 才离开 走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擦肋的张琳母亲 心里有些于心不忍 又从兜里 掏出了500块钱 悄悄的放在茶几上 才走的 这个事过了没几天 小芳下班了 准备去设理一趟的 因为已经很晚了 这个兵营馆周边很偏僻 不好打车 她就顺着大路往前走 那大路都有路灯 就走着走着 忽然间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 发现身后的确有个人 但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疯了的张琳 但这一次张琳就打扮得很干净 而且是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小芳面前 喷喷喷 磕了三个响头 小芳也下来一跳 就想去扶她 却发现 在这个路灯的照射下 小芳自己的影子 就被投射在路面上 而地面上却没有张琳的影子 那么发现这一点之后 小芳就没有赶上去了 张琳是磕完三个响头之后 慢慢抬起头来 说了一句 谢谢你 接着就站起身来 转身朝路灯照不到的地方 走过去了 她的身影 也慢慢的消失在黑暗当中 当时这个小芳就有点被吓到了 就连忙跑回殡仪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看见夜班车开了回来 车上下来的就有张琳的母亲 问了之后才知道 张琳上吊了 已经去世了三个多小时 当时小芳就看着 默默留立的张琳母亲 内心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上去 安慰了张琳的母亲 把刚才的事也说了 她母亲听完之后 直接是哇了一声 就哭得更猛了 抓这个小芳的手就说了 前两天你走了之后 我去找过我们家琳子 把你来的事告诉了她 你给阿姨丢了500块钱 阿姨知道 阿姨谢谢你 谢谢你 就小芳这会儿才明白 张琳来找自己的原因 而2014年到2015年 是碑师公走向没落的一年 在2015年中旬 各地的殡仪馆 就没有碑师公这个职位了 吴不瞻成为行业的明文规定 曾经传统意义上的碑师公 已经很少了 而小芳却在机缘巧合之下 背了下去 在他们这个行业里 无名无姓不背 不腐不朽不朽 生而未死不背 小芳把自己背了一句 不腐不朽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写成了书 书名叫三不碑 带我们了解最后的碑师公发生过的故事